農曆三月三日是玄天上帝圣诞千秋 各地方都有隆重的仪式向神明祝寿 竹山的新天宫日前也集合各大公庙 举办千人起安绕近竹山市区 共同欢度热闹庆典 我们这个仪式是很隆重 我们现年上帝都有在救世 也在今天30周年董事 请国心者 会兼共同欢迎来兴典上帝圣诞千秋 兴典典上帝圣诞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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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办理千人绕境 就是有兴典典典典典 台中五角 和我们集集武充典 大陆典典典典 和我们第三次国大庙屋 丁头来向我们绕境 来向我们绕境 那天会非常平安顺利 在这里就这个机会 感谢我们所有宣传台帝 对我们新年宫的支持 和爱护 竹山的新天宫向火鼎盛 近年适逢建宫30周年 议员许素霞以及蔡宜柱 街道产出席祝寿仪式 并祈求献尽平安 同时欢迎各信众 能前往新天宫拜拜 感受玄天上帝的庄严与神威 我们几天前 我们新天共这 就做很多我们的活动的定数 不管说我们的绕境 那些是说各项的晚会 各项的一些活动 没用几天了 所以今天是我们的 招收典礼 这个外公 其实也是非常专严 尤其我们很多 我们的贵宾和我们的信众 都来到现场 来跟我们帝阿公 来做一个 真心心的招收 所以也希望我们的 社会的乡亲 我们来到第三 不要忘记 我们的行天共 帝阿公非常的影响 如果有时间来到拜拜 我相信帝阿公 绝对不必我们的 所有的乡亲可以心想事成 阿叔叔可以损失 竹山的新天宫 为了庆祝建庙30周年 以及玄天上帝圣诞千秋 年日举办活动 凝聚地方的居民 共同欢庆祠圣会 一掌和盛逢期盼 透过隆重庄严的祝寿仪式 能让南投县 风调雨顺 人民安居乐业 明日视频六位 竹山采访报导